大家好,我是王狗 今天这个场景很特别吧 没错,这就是一个足球场 那我今天呢,是要来挑战一个足球场的都市传说 因为今年呢,就是一年一度的四足赛即将开打 而讲到四足赛呢,开打的期间 大家总是会一群朋友去酒吧 或者是窝在家里面看足球赛 但是呢,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国家 非常多的足球联盟 每一天都有数十场,甚至上百场的球赛可以看 可是台湾能够看到的呢,其实却又寥寥极数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看一些国外的足球资源 就要用一些国外的转播网站 像我个人,曾经为了看西班牙的足球联赛 就用了Football这个转播网站 但是呢,用Football这个网站 你在台湾的IP会被限制 所以这个时候呢,Surfshark VPN就是你非常好的选择 使用它,你可以完全安心的看球赛 它不会追踪或收紧你的个资 对于注重隐私的人是非常安全的 而且用不习惯的新手 买了之后还有30天的试用方案可以退款 想要到世界各地看球赛的朋友 现在就使用我的Surfshark VPN专属连结 或者是输入我的优惠码 享有1.7折的优惠 以及多送三个月的使用期限 快点加入Surfshark VPN吧 不过,现在呢,不是看球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身后的球网已经关了嘛 然后球场上也没有任何的人 现在呢,是我挑战都市传说的时候 这个诺大的足球场 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都市传说呢? 就让我跟大家娓娓地道来 足球场的鬼故事 小四是个狂热的运动爱好者 对于他来说,饭可以不吃 但是足球不能够不踢 所以每天下班后 他总是抱着自己心爱的足球 在全台湾找可以踢球的地方 踢上两三个小时才罢手 小四的父母最近靠炒股赚了一笔钱 正有换房子的打算 他们见到小四为了找足球场跑来跑去 便对他说道 小四啊,既然你这么喜欢踢足球 那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专门挑靠近足球场的大楼吧 这样我们入住以后 你就可以不用到处跑了 父母如此贴心的安排 小四当然是一百个赞成了 于是一个月后 他们果真住在了一栋 靠近足球场的楼房里 他们住的地方是三楼 看足球场挨得非常的近 只要推开窗户 就能看见对面绿油油的足球场 小四对此很高兴 一收拾完自己的房间后 马上抱着足球往足球场上走去 欸!小伙子啊 你是新来的吗? 小四的双脚刚一踏入草坪 一只大手 出其不意的从背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四吃了一惊 急忙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头发 胡须全白的老头子 正一脸严肃的看着他 呃...老大爷 你招我有什么事吗? 小四战战兢兢的问道 我是过来给你一个中固的 这个球场 有些东西 你必须要避讳的 呃...老大爷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这里是足球场 又不是庙宇 怎么会 小四有点哑然的说道 我踢球踢了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听见足球场上有经济的 小伙子 我是说真的 老头子震慑道 这个足球场 原来是乱掌缸 市政府本来打算在它上面 新建一座商业中心 但由于它乱掌缸的车型 没有商家敢在这种地方做生意 所以被迫改建成今天的足球场 嗯...那要怎么样? 小伙子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正因为这地方原来是乱掌缸 所以特别的邪门 譬如 不要在晚上踢球 即是要在晚上踢球 也要演玩八方 避免踢到一些模糊的白影 更重要的是 你千万不可以跟那些白影接触 更不要得罪他们 呃...我还以为 你说的是什么呢? 哈哈哈哈 说了半天 原来说的就是这些东西哦 我明白啦 那我以后来踢球 我会尽量注意的 你明白了什么? 你要是明白的话 你就不会这样跟我讲话 还站在这里了 在老头子的严厉督促下 小四不得不抱着足球 乖乖的回到家中 哼! 真是扫兴 小四搬了一张椅子 坐在窗户前 看着沐浴在夕阳 雨晖下的足球场 他心里无比的郁闷 守着这么大一个足球场 居然不能在上面 痛痛快快的踢球 真是不甘心 他坐了一会儿 发现有不少人 往足球场走去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看见这个情景 小四的心里 当然是将那个老头子 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一遍 还说晚上不能踢球 你看! 晚上踢球的人 多的是 于是小四抱起足球 重新的走进了足球场 很快的 他找到了几个玩伴 和他们玩起了五人足球 小四的状态非常之好 在比赛中 一列进了好几颗球呢 欸! 你们这些小鬼 真是胆大包天啊 竟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在地盘上踢球 正当他们踢得高兴的时候 一个满身烟气 瘦得像皮包骨的中年男子 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保护费呢? 你们交的保护费没有 没有的话给我捆 小四的玩伴 似乎非常害怕这个中年男子 他一出现 他们立马跑得消失无踪 只剩下 小四一个人 稳稳地站在原地上 因为他是个性 非常耿直的小伙子 所以对黑社会的事情 一向深恶痛绝 保护费 什么保护费啊? 这球场又不是你建设的 是台中市政府耶 你不交保护费是不是? 好 那我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中年男子说到 他的脚下 突然出现了一颗足球 他大力踢 往小四的脸上 用力地踢过去 但小四踢了多年的足球 应付这种情况 简直就是 张飞吃豆芽小菜一叠 他飞快地倒退几步 看准足球飞过来的轨迹 一个倒挂金钩 将足球踢回到中年男子那里 啊 只听到一声惨叫 那中年男子被足球踢中了头部 整个人饰仰巴叉地 摔倒在了地上 哼 就这点雕虫小技 就想要教训我啊 笑话 小四轻秒地说到 他正想上前走去 对那个中年男子 在进行一番羞辱的时候 他突然消失不见了 小四惊讶万分 那个家伙上哪去了 于是他想起之前老头子的警告 不会吧 难道 那个中年男子是 他不敢想下去了 从地上抱起自己的足球 就往家里狂奔 在接下来的日子 小四总觉得那个中年男子 无时无刻都跟在他的身后 早上洗漱的时候 他通过镜子 看见那个中年男子 站在他的身后 走路上下班的时候 他觉得那个中年男子 隐隐约约地跟在他的后面 最为恐怖的是 当他横过马路的时候 那个中年男子 有好几次想将他 推到飞速而过的汽车跟前 要不是 他找踢惯了足球 无论是速度 还是反应都极为优秀 不然 早就被那中年男子害死了 半个月后的某一天晚上 小四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 朦胧之间 他好像听见 外面有个小孩子的吵闹声 一开始 他以为 那只是自己的幻听 所以并没有在意 但是 渐渐的 那个吵闹声越来越大 已经吵到他无法入睡的地步 小四忍不住了 他立马从床上爬起来 冲到窗口 打开了窗户 当他通过月光 看见一大群小屁孩 在足球场上玩足球的时候 随机破口大妈 欸! 你们这群小屁孩在搞什么啊 这么晚还在玩 不知道吵到别人睡觉的吗 他的狂吼 并没有得到那群小男孩的回应 他们依旧在足球场上吵吵闹闹 小四没有办法了 一口气跑到足球场 三下两下的 把那群小男孩的足球抢了下来 那群小男孩健壮 阎盲一涌而上 试图从小四手中抢回足球 可是呢 小四大脚一踢 把足球踢得远远的 跑回了自己的家里 哼 我看你们怎么踢 小四透过家里的窗户 洋洋得意的说道 而正当他把窗户关上 转身的时候 忍不防突然一只异常冰冷的小手 摸了一下他脸颊 是谁? 小四吓得连忙睁开了眼睛 他发现那群小男孩 竟然站在了自己的床边 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 眼睛不断的抵着先行 把足球还给我 刚才摸他脸庞的那个小男孩 一脸愁容的说道 他张开了嘴巴 露出两排锋利的牙齿 不然的话 我就要厚厚的把你咬死 不要 不要啊 小四慌慌张张的说道 他跌跌撞撞的走出家里 试图把那个足球找回来 但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小猴子啊 小猴子啊 黑根半夜的你在找什么啊 正当小四感到害怕之时 那个老头子竟然出现了在他面前 我 我 我在找一个足球 小四一边找 一边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的跟老头子说了 小伙子啊 你不用找了 你是找不到那个足球的啊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得罪了足球场的一个中年男子啊 你哪 哪个中年男子啊 就是那个一身咽气瘦的皮包骨的中年男子啊 大爷 你认识他哦 小四惊讶的说道 我前段时间和他在足球场上有过冲突 当时我一脚就把他踢到地上了 蛤 这下你完了 老头子说道 这个家伙原来是在这里的黑社会老大 因为是在足球场上 他死后不得安宁 经常出现在下湖足球场上的人 谁有时见到了他 都要稍以大跌的名字给他 你要是不丑 或是主动攻击他的话 嘿嘿 你永无天日啊 永无天日 没那么夸张吧 小四说道 没错 近段时间来 我的确被他缠着 可是我总能够成功的化险为宜 那现在呢 你为什么会被一群小鬼威胁呢 老头子反说道 你不怕 我就老实告诉你吧 这群小鬼 是那个老家伙找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诊死你啊 不会吧 小四大师已经到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怎么办 当然是烧名字给他写罪啦 于是小四在老头子的帮助下 第二天买了一大堆的名字 傍晚时分在足球场上烧了 老头子还要求小四一边烧一边磕头 当小四把最后一张名字烧掉的时候 他的耳边响起了那个中年男子的声音 小伙子啊 以后踢球的时候 就给我老实一点 没错 这有一个这样子的都市传说 等一下就会像这个故事中的主角一样 就会抱着一颗球 走到这个门前 大喊说 老头子我来了 并且把球射入球门 接着呢 回来烧纸钱 烧到最后一张 看看 到底会不会真的有录到老头子的声音 不多说 我们就来挑战吧 老头子 老头子 我来了 然后呢 我要回来拿纸钱 接着我要在这边烧纸钱 看看会不会录到什么样的声音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周围 其实这个周围 它不会到完完全全的恐怖 是因为这里周围都还是很多的建筑物 只是这个球场就是空无我一个人 这样子 我们就先来烧纸钱吧 我找了一个 没有草皮的地方 第一张 之前有点难烧啊 对我目前在一个人在这边烧纸钱 我是没有听到什么所谓的老不老头子的声音啦 那这个纸钱总算是旺起来了 没有在插箱拜拜的人 真的是不会烧纸钱 烫 烫 对我现在就静静的等这边的纸钱烧完吧 至于整个足球场 到底有没有老头子呢 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很漂亮 没错 OK 看起来是全部烧完了 你看大家 台湾的这个台中四隆是多么的漂亮 来到这边呢 我还很怕这里足球场进不去 可是呢 我们的政府 给我们民众免费开放了这个 这么诺大的足球场 然后搭配这么漂亮的事情 这是只有台中独有的 我个人真的觉得身为台湾人 真的是非常幸福 那看起来没什么事情发生 可能我就回去 检查看看摄影机 反正我们就后续感人见吧 OK 那大家就这样子了 Bye 大家好 又是我们后续感人的时间啦 这一次我去了这个足球场呢 位在台中 画面上虽然看起来很黑很恐怖 但实际上呢 它其实是紧淋在大马路旁边的 所以其实阳气应该还算是挺重的 不过 在剪辑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到 后面的足球动了一下 我在思考 是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非常的巧合 大家知道在同一天的时候 我其实稍早 有去东海大学女鬼桥 也挑战了那边的都市传说 也是在我往上走速阶梯的时候 原本放在后面的球 自己滚了下来 为啥呢 他们都特别爱听你是吗 不过啦 我在想 也有可能因为球是圆的嘛 它本来就比较容易滑动 像我以前国高中 半夜自己在球场打球的时候 也有曾经目睹过球在篮筐旁边 自己滚动的状况 其实也见怪不怪啦 不过那个女鬼桥的球 是真的动得有点诡异 真的就是了 OK 那大家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儿 最后呢 也感谢这个 SurfShark VPN的赞助啦 那谢谢大家 我是王狗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